一人佑胜依强制猥胁罪 遭北检起诉引发舆论哗然 佑胜爱妻爱家形象已然幻灭 据过网爆料佑胜对公司三名女员工 习凶耳边吹气 以戒策名义进入女方家中 对受害者习凶廷儿等罪行 经台北地检署调查 涉及公诉罪的强制猥胁部分 在今日对佑胜提起诉讼 佑胜此前曾发文道歉 表示对曾经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及阴影感到抱歉 也承诺会面对犯过的错 不会逃避真的很抱歉 这次性骚扰猥褻案 是由民众向台中地检署告发 之后移交北检侦办 悲害三名女子经传唤后 都没有人提出告诉 但涉及强制猥褻部分是公诉 最高可数五年以下徒刑 佑胜正式被起诉后 也将为自己的恶行付出相对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